在全球车用晶片荒 现在美国 德国和日本政府 纷纷希望台湾的晶圆代工厂 能够加速生产 而现在拜登政府上台后 收场产业合作会议 将于2月5号登场 经济部长王美华会带队 来跟美方的高层进行视讯会议 虽然主题是在供应链的重组 但预计也会讨论到 增援车用晶片的部分 当然外界也关注 是不是应该向美方提出 拿晶片来交换疫苗 经济部表示会请对方支持 但没有所谓的交换说法 近来全球半导体爆发缺货潮 连带影响各国汽车大厂 都因为车用晶片出现缺口 导致车厂严重减产 为了缓解车用晶片短缺困境 台湾时间2月5号上午 台美将展开供应链合作对话 美方代表有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莫瑞 还有商务部代理副助理部长史特芬斯 而我方则由经济部长王美华带队 包括台积电 联发科 联电等等 半导体界龙头都将出席 预计讨论对美国车厂晶片的供应 就是拜登上任之后 首次的政府高层对话 台湾的半导体晶圆代工 在全球的这个重要性的地位 再度被凸显 那当然这是台湾的骄傲 以半导体为核心 建立这种高科技对话伙伴关系 这个方向大概是毫无疑问 会继续而且会深化 车用晶片不够用 德国 日本跟美国纷纷向台湾喊话 点名希望能够供货 日前经济部跟晶片厂商达成共识 除了优化生产线 拉高车用晶片供给率 还有协调其他厂商让出产能 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 将车用晶片跟国际交换疫苗 实际上的场合其实不大适合提出来 因为这样的要求会再度的加深了 其他国家对台湾这种依赖感 背后的担忧 晶片换疫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不过现实上要实现可能不太容易 车用晶片的不足 延烧到国家层级 更凸显台湾半导体供应电的重要性 能不能当成有力筹码 就看商业行为政府怎么谈 记者 夏美丽凯钧 台北报道 距离农历春节不到两个礼拜 大家规划好处有计划了吗 疫情期间不能出国 所以国内有不少旅行业者 顺势把握国旅热潮 推出了优惠要来抢客 像是雄狮旅行社 就推出了限量福袋 有机会可以抽中最高价值 一万五的五星级饭店住宿券 另外可乐旅游锁定了亲子旅游 两大一小跟团 小朋友可以免费 至于易游网方面 则是有春节的玩鸟优惠 出三后出发 搭乘环岛之星列车 每个人可以折抵一千元 红包袋一字排开 小小一包有机会价值上万元 农历春节倒数即时 各家旅行社抓准过年国旅商机 游会下沙拼野机 像是雄狮旅游 率先推出限量福袋 999元和1999元 各发出1000份 民众有机会抽到 最高总价值一万五千元的 五星级饭店住宿券 目前光门市预购的部分 999加1999 它大概也有大概200份左右 新级的住宿 包含比如说像是强荣啊 或者是比如说精英等等 这一类的客人可能会比较有兴趣 另外可乐旅游 针对寒假到春节期间 把握亲子客源 跟团两位大人一位小孩 小孩可享有免费优惠 自由行则是四人同行 一人免费 至于易游网则是针对过往买气 比较淡的时候 像是初三过后 推出春节玩鸟优惠 搭乘环岛执行列车 每人可以折扣一千元 专家分析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业者对春节过滤 小心备战 不过也提醒有些方案 有限平假日或时段 最好还是要看清楚 而旅行业者也表示 会把美团人数降低 增加户外活动 出游 兼顾防疫 让民众玩得安心 这周一婷 徐兄明太报道 消费信息来关心 要过年了 台北花市陆续出现了买花人潮 其中买气最夯的 就是百合跟银柳了 民众提代率很高 为了充高买气 台北花市也将从 2月7号到11号 连续5天24小时不打烊 至于在年前花价的部分 现在预估 可能会有一到两成的些微涨幅 农历新年倒数季时 花市里头应景花卉百合花 民众一树一树买回家 而八英近似银两的银柳 同样也是当红人气王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年前花市的人潮还没全出笼 但爱花人士买性不减 趁着年前放假买花布置好过年 会买香菇凤梨 或者是兰花之类的 然后跟菊花就可以摆比较久 为了冲出过年买气 今年台北花市 2月7号起到2月11号 将连续5天24小时不打烊 而建国花市从2月6号开始 到小年夜也都会延长营业时间 另外台北花市预估 年前天气平稳 花量充足 年前花价大约只会微幅调涨 一到两成 涨幅在年前一周最明显 我希望它可以持平到 卖价到大概300到500之间 这区间消费者也买得起 那我们也很好做生意这样子 疫情碰上过年 民众出不了国 花市买气 业者乐观其成 解释是伊零凡特报道 新闻话题我们继续来看到 明年就是金牛年了 各县市政府纷纷推出了特色圈联 像是桃园市就特别邀请了 一位纸雕艺术家操刀 跳脱过去的四字书法框架 他把三个牛字切割之后 重新排列 里头还画了许许多多的 各式各样的小牛 象征台湾多元族群的融合 没想到民众发现 这个春联里面出现了 好像是数字四 很不吉利 而且里头小牛看起来 更像是牛头马面 瞬间这样的吉祥春联 变成了地狱春联 也意外爆红 就要过年了 挨家挨户都要贴春联 许多县市政府都会 应春联发送 但桃园市这款春联 好像有点怪怪的 拿远一看 一二三四 一共就有四个四 再看到里头图案 抄像地狱游记 有网友觉得 是在掌声前浪费 死后下地狱 在牛头马面的带领下 走了奈何桥 又下油锅 受火星 之后进入拔舌 血池刀具 以及铁树地狱 看起来好像不太吉利 像这种春联 你会使用吗 就不会去拿了 还是 不会去拿 这幅春联是桃园市政府 特别找来纸雕艺术家 用奔字切割画面 象征多元融合 团圆团聚 但没想到 却引发两极评论 有网友认为 里头好几个寺 实在触眉头 根本是地狱版春联 有些民众在 看到我们的 纸雕版本上面的图案 他又发挥很多想象力 那这个我们也尊重 那我们也尊重 设计是他原有的 设计的概念 我们也接收到 非常多的民众 告诉我们说 这个纸雕的春联 他们也都非常喜欢 而且也很多人 向他们索取 创新春联一推出 加上民众想象力 也让桃园这款 纸雕春联意外爆红 记住林祝强 突然有报道 带您看看 这非常霸气的 古早婚礼 这是台中 有一家精品汽车旅馆 业者娶媳妇 迎娶的队伍 不但有千万超跑开道 还有锣鼓队 格格团 以及八台大叫 整个迎娶的过程 遵循鼓励 而且场面霸气隆重 业者还特别准备了 2000个红包沿街发放 里头有价值 980元的优惠券 让民众一起 沾沾喜气 迎娶队伍号 荡荡 锣鼓喧天 前后超跑 负责开道 后头号 锣鼓队 娇媚 阿娜的格格团 吸引民众抢拍 新郎官同样一身 古装 骑上白马 超帅气 后头领着 八台大叫 迎亲去 这是台中一家 精品契旅 业者娶媳妇 迎娶过程 遵循鼓礼 场面十分隆重 业者为了让民众 一起战战喜气 还特地准备了 2000个红包沿街发放 内涵价值980元的 休息券和折价券 然后我跟楼宇在一起 已经七年多了 今年是第八年 然后我对于爸爸安排的 这些鼓礼跟活动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谢谢爸爸这么用心 再帮我安排这场婚礼 迎娶队伍八年半出发 绕行惠文路 黎明路河南路 沿着惠中路 绕回大敦路 民众看了平民道喜 七旅悦者 娶媳妇从自家 去黎明城做发想 遵循鼓礼娶亲 严接吸引民众目光 也让这对信仁 留下难忘回忆